Leo聊世紀,千千多多克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維京人對上敗戰情人 這場比賽是千梯的哈拉伯地圖 好,那我今天最近舌頭有點破掉 所以現在講話會非常不清楚 請各位多多包涵 那先來看一下這場比賽是塔套對上龍星 Doragon Star 那這個比賽是漫遊戰士2的比賽 那這張地圖是黃金山車 但其實他是有這個石頭的 那一樣是非常適合打海地圖 那開局時也是要拉個一隻村民去蓋個碼頭 這個村民蓋完碼頭蓋的房子 就可以直接在這個海濱魚群開始捕魚 那我們看到龍星這邊開局是直接選擇了三村 先把這個TC蓋好再去蓋城鎮中心 那這樣的優勢點是他可以比較快按村民 那麼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文明特色吧 那拜登庭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騎兵入線 沒有這個品種 但是他的遊俠 勝裝若搓 大陸馬 三個升級 都有 但是他沒有三攻 所以傷害力會稍微差了一些 血量也比較少 但是他這個拜登庭勝騎兵 非常強大 所以拜登庭人是比較適合走寶兵 單位 還有這個 強入入線 比較適合 那當然他也可以走馬攻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拜登庭人呢 他的槍兵跟毛兵的造架 還有駱駝 都是比較多的 有25%折扣 照理上來說 他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也不為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維京人 這邊的文明特色 維京人的文明特色呢 是他的輪軸技術跟手推車是免費的 所以他很適合 直接上這個3TC開農經濟 是農非常快的 那維京人打法比較偏向步兵喔 他的步兵血量會有自動的血量加成 劍兵勇士可以高達840的血量 那強奴的部分雖然沒有母子環 但有這個金冠狂暴戰士幫 可以讓強奴多加一點 變成11點傷害的強奴 整體來說 維京人步騎作戰 這個步兵跟工兵作戰是比較好的 那騎兵作戰部分就比較差了 沒有平准每分鐘技術 防守或進攻都會有一定的問題出現喔 而且沒有三級麻煩 但是遇到反制情況的時候 還是得出一些騎士喔 去壓自己人會比較適合 好那沒意外的話 塔兆可能會想要打個直撐 然後去打 這個 維京 大戰船 維京大戰船是在城堡時代 才可以生產的 那如果不走維京大戰船的話 也可以走一般的 奴炮戰船喔 那奴炮戰船的話 維京人造成價格也比較便宜 所以這種海陸混合圖來說 我覺得維京人是一個很適合的文明 好那我們看到 塔兆這邊是沒有打直撐 而是打風劍 那這邊可能是要去 打雙碼頭 然後打戰船了 那這邊就要來注意看喔 塔兆這邊的兵工場 什麼時候下喔 因為如果沒有下兵工場的話 就沒有一級射 這個戰船的射程 就不會提升喔 那前期要關注的點 就是他這個一級射 哪時候點下 這個是前期值得看的配置喔 好 那拜登庭海戰這邊的優勢呢 使他的火戰船的攻擊速度比較快喔 所以這裡可以預見的是 戰艦對上火戰船的對決 那如果這邊是要打火戰船的話 那維京人這邊的碼頭數量 就要變得很多才行喔 一級射一定要趕快點才行 電技來說是非常吃緊的 好這裡點一下一級伐木 這一次四個人挖金並不是五個人 所以黃金待會可能會少一點點 但是沒有問題喔 木頭多配了一些 那現在肉有點極限喔 所以如果漁船在這邊騷擾的話 塔兆就會馬上斷村了 好先來看一下第一波交戰 好看到了 火蒙桶 可以看到這邊射一下是4滴血 那如果點一下一級射的話 就是5滴 只要射20下 就可以射倒一個火戰船 所以這一級射為什麼在 戰船開局的時候 顯得特別重要 你可以少打很多下喔 這個優勢是非常巨大的喔 好但是現在對方火戰船數量有點多 按了一艘自爆法 好冰工廠還沒有補 現在魚肉的部分 還是再繼續滾進捕魚當中 但是 這裡可能要思考要不要去撈個魚了 因為這裡不撈魚的話可能會斷熱 只是靠4艘魚船其實壓力蠻大的 好這裡能射倒嗎 沒有辦法 OK殘血的火戰船拉回來補血 自爆法過來 龍星看到往後拉 OK下面有一艘偷偷溜進來了 魚船大難臨頭了 龍星 這一波燒得漂亮 攻擊是不是真的很快 魚船要被燒掉了嗎 趕快拉走 火彈船擋一下 這裡又再繼續燒 這一波 哇直接殺下去 爆開了 龍星這邊的火戰船 也要再被點掉一艘了 這艘戰船一直出來 只要塔到這邊戰船能穩定起來 就穩了 就穩了 但現在這個時間點 是補下了三個碼頭 要去做防守 反而是一級射 沒有那麼快點下 所以說這邊 戰艦數量先起來 再後點 一級射 還是比較核心的玩法 好這裡點下一級射 現在已經來到了8艘 戰艦 8艘戰艦 前期的部分 是有塔炮這邊的戰艦數量 累積起來 目前要慢慢打贏海戰 再炸一波 哇靠這個炸直接炸到兩艘 龍星這邊爆炸了 這個火戰船 最怕的東西就是 製爆法 製爆法又來了 但是這次是往下走 塔都看到了 哇你這麼多艘走進來 很慌 裡面的四艘魚船 有點危險 但還好 左船魚船真的被燒了 現在也不會馬上爆開 因為現在已經開始捕魚了 不會有鑽村的問題 但是這四艘魚船 應該是難逃意死的 但是塔塔沒有打算要拉走 因為他這邊戰船沒有回家 反而是往前進攻 你燒我魚船 那我也要燒你魚船 這邊製爆法還有在按嗎 可能還要再按個幾艘 去攔截一下魚船 但是塔塔這邊準備要來升到城堡時代了 開始買賣一波 還差36 稍微點一下 燒掉了一艘戰舰 又來了又來了 這裡帶了一艘製爆法 三艘火戰船 炸了碼頭 龍心這邊失誤 這個100%是失誤 好 點一下城堡時代 現在塔塔經濟非常的好 那會一上去 又有這個手推測的經濟優勢 這波包夾 有機會 完蛋了 塔塔這一波 可能 直接打破了一個破口 這個字爆發輸籃時機非常好 剩下四艘戰舰 持續拉打 好現在傷害已經變成一發五點傷害了 可以看到這邊傷害非常的可觀 剩下十滴血 點著掉嗎 好 戰船的移動速度比較快 又來了兩招 繼續拉海 再點掉 前期的海戰打得還蠻精彩的 都有打到關鍵的東西 那重點來了 入戰呢 龍心的四隻小弓 已經到你臉上 這邊騎士 沒有辦法蓋好 吐了 這個工兵打的時機非常好 上面重新補下一個馬舟 趕快按個騎士 搞定這個弓箭手 龍心看到你在上面補了一個新的馬舟 先去別地方騷擾 好 左邊這挖金應該不知道 這裡暗迷蒙 什麼都看不見 好二級射一點了 塔塔這邊直接轉出圍巾大戰船 好順便拉個戰船過來防守一下 好但第二艘也來了 這個包夾傷害有點高 直接燒光 剩一台 一台換四台 塔塔這邊炸裂 經濟有點差 海戰部分現在圍巾大戰船 還又被燒掉 難受了 現在圍巾大戰船 一定要想辦法 累積一下數量才行 後面的戰船 緊跟在後 現在工兵來了 8隻工兵配上2隻槍兵 家裡沒有工程器製造所 幹嘛就蓋到一半 左邊村民直接來撈魚 繼續捕魚 往右邊開始採礦 後面過來看到村民拉走 正面的部分騎士來了 但是現在班人庭有1級的步兵鎧甲 這個槍兵的防護力蠻好的 血量殘血拉走 死滴血 他回頭嗎 被射倒了 塔套這邊 起司沒有空好 因為家裡被工兵直接弄爆 完了 這頭工兵溜進來 塔套現在非常難受 趕快把這個 圍巾大戰船 來守住這個青苔路 不要讓對方的工兵 再繼續走過來 我就倒了 現在自己有海戰優勢 要想辦法維持一下 海戰的 穩定性 已經轉出了弩胖 現在這頭工兵還在囉 基本上已經把塔套的家裡 已經繞得差不多了 往左這邊 要不要考慮補劍塔呢 但是塔套剛剛是賣石頭的關係 所以劍塔沒有辦法插 現在挖石頭又殺經濟 這裡就是一個抉擇體了 到底是要挖石頭防守 還是要 XTC 買個100石頭補成東西防守 還是要出兵防守 這有三個選項 可以去攻 選擇 好 龍心這邊也點下了 城堡石彈 這邊弓箭手又來了 一隻村民 第二隻有機會嗎 弩炮過來 串燒一下 拉打 繼續打 這個傷害很炸力啊 好 左邊再繼續圍 龍心現在這一坨攻兵 給到了很大的壓力 下面重新補架了一個伐木場 好 班農庭人 現在城堡時代點下了 好 槍兵 送掉 但是戳到了幾下 船 血量掉了一點多 目前看起來這坨攻兵還是有給到很大的壓力 龍心現在經濟反而是很好了 而且在中間補下了很多射箭場 跟這個馬就中間的地方都被他的建築物給佔領了 好 左邊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從左邊偷偷開農 好 這邊地雷一個房子 就是 想讓弩炮防守更加輕鬆一些 龍心這邊在等待城堡時代升級 好 正面的部分 大戰船過來直接燒掉殘血的 四艘 維京大戰船 剩下 兩艘殘血 能拉得走嗎 再揮手打一下 哇 被搞定 糟糕了 現在這個情況對於 塔燥來說相當不利 村民差距已經被打出來了 而且剛剛被工兵繞的關係 經濟落後的有點嚴重 已經落後了3000多資源了 所以現在塔燥可能要考慮把家裡為死 不然可能自己要打出GG了 好 騎士過來 完了 慌了 塔燥這邊是選擇一個 TC防守的 開農 夾住方法 但這個 有點問題啊 村民只能躲15個人在這裡 全部的村民都在這的時候 就會很危險 那班戰庭人這邊可以考慮直接用騎士或是投射直接大規模壓制 塔燥這邊 弩炮也要不保 完蛋了 陸戰私利 海戰也私利 這波龍心打得很好 左邊有看到模仿 還有看到一片田 哇哇哇龍心這個 給的壓力給的很執著啊 塔燥是完全防守用中 一支兵力都沒有出 現在出什麼兵都不太好打 現在最好的選擇的話 可能是選擇攻兵 但是攻兵路線 要可能維持起來 要防守的話 還是要存靠 僧侶加上 口死車 或是 弩號 做防守可能還是比較節省一點 這邊騎士來了 都抓掉了一村 射到了一匹馬 兩匹馬搞定 好 龍心點下了二級伐木 塔燥這邊是還沒有點二級伐木 經濟很極限 甚至連一級農田都沒有 龍心這波打的是真的好看喔 來了 頭車來壓制了 怎麼辦呢 維京人沒有 沒有救贖思想 這裡可能還是要得靠防禦箭塔 去做防守囉 但是現在塔套是沒有石頭的來源 石頭全靠買 經濟可能也不能撐那麼久 不然就是要用頭車對應了 OK後面補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應該還是要用頭車去做反抗 好那目前陸戰方面 龍心的弓箭手已經來到左邊 龍心射得到 這裡想要控住農田 不要讓你的經濟繼續擴展 好這一頭弓箭走過來 有看到了吧 但是這裡有工程器製造所 趕快拉一隻騎士做處理 但是後面的僧侶要招翔到騎士了嗎 直接拉走 投石車可以預備 不能再往後走的騎士 騎士被戰船卡住 直接被招翔 拿這個騎士來看你的投石車 漂亮了 這個招翔 好左側部分 弩炮順利解掉騎士 還有這個貢兵 沒想到這個騎士的血量這麼慘 但是塔套的村民術還是下降的有點多啊 現在的支援量已經差距來到了5000支援量 5000支援啊 可以點兩個帝王時代啦 塔套這邊雖然有首推特優勢 但是剛剛一直大迁徙 一直村民左右兩邊跑來跑去 經濟直接爆開了 龍心這坨工兵走進來實在是相當關鍵了 反而塔套想要專心打海 但是來不及封鎖 這裡的青苔路 還是被工兵丟進來 沒有辦法 這裡只好以拖待變了 但是不管怎麼拖 感覺塔套都很難再 有更好的優勢 發展 因為拜登帝人到了帝王時代中後期 只要聖騎兵一完成 維京人 只有弓兵能打 他的維京狂戰士 還有劍兵武士 都打不贏拜登帝聖騎兵了 以後期的兵種來看 拜登帝人是有絕對性的壓制力 而且他的聖騎兵也可以出 所以不管遇到維京人轉鐘頭 或是工程器之類的 都是可以有效反擊回去的 反而是維京人這邊科技 限制是非常多的 反而是維京人 反而是維京人 點下了輪軸技術 電技也慢慢要來跟上去了 那現在看起來 塔套要想辦法挖出一棟城堡出來 城堡是壓在中間這個位置 但是這邊要蓋城堡現在是也不太可能 你沒有兵力去血訪的話 城堡是不太好蓋出來的 好投石車再次出來 頭打下三件 好中間投石車回來 想要處理一下這個城堡中心 拜登帝人點下輪軸之後 打算要點帝王時代 這個資源量很快 拜登帝人的帝王時代升級非常便宜 所以有這個拜登帝3TC速帝王強奴打法 但是現在已經少見了這個招數 好投車被點掉 勝旅招想沒成功 攻擊手往前點 差點點掉勝旅 第二隻騎士過來想要解決 但是直接被攻兵射穿 沒辦法 攻兵再繼續走進來 投石車還沒有來得及 按出來直接長驅直路 塔套這邊 再度收村 爆了 這個真的是爆了 你這一收村 直接讓20幾個人 沒有工作 出現大量世界草 裡面還有15個人 40幾個人 在這裡 塔套果然打出了GG 沒心態了 我們恭喜龍心 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這個 最大問題就是在這裡 你的村民都在同一個城市中心的時候 你只要一旦收村 你這裡大量的村民 全部把雞蛋都放在同個籃子裡 你就只能 經濟炸開了 經濟完全跟不上對手 很難打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就是由龍心 拿到全資源的勝利 怎麼輸 這個攻兵走進去實在是太關鍵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 probabilИд 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